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尤大书的讨论日当中 上次我们也说过有关尤大书的作者 如何去形容教育图的特质有什么 今天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 就是我们另一个题目 魔鬼的三个特质 有关撒旦的论述在圣经里面不多 不是他不重要 他非常重要 因为在神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不时见到对手 他欺瞞我们 他攻击我们 他做很多破坏圣人的工作 但是整本圣经的旧約真相多好 对于撒旦的描述 毫不详细 他来源怎么来 我们一知半解 我们唯一知道最后的结局 就是扔在火壶里面 被消灭 我们也明白清晰的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已经赢了这一切 不过 有关魔鬼的特别地方 或者他究竟是怎样 我们没什么怎么说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 既然我们已经赢了 既然我们的神 和他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地位 既然他从来没有办法 去动摇 神主权的位置 我们不太需要 对他有很多描述 因为整本圣经 我们主要是讲神 是讲人 是一个神和人的关系 做重点 这个宗族 从没有改变过 而撒旦只不过是穿插期间的波折 不过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对手究竟是 如何去攻击我们 或者我们防范他的时候 应该可以做什么 好 我们看看 尤大叔对撒旦有什么形容 第一个说法就是 他就是 不虔誠 大家基本上都觉得 一定是 很不可能是一个虔誠的 跟随者 第二 第二 他会将神的恩典 变成 中欲的机会 这是 尤大叔作者的 一个很清楚的描述 第三 他不认耶稣 我想这三件事 大家不会太诧异 用来形容 魔鬼撒旦 不过要讲清楚 就是 不认耶稣的意思 他不承认耶稣是神 整个新約 我们看到耶稣很多次 趕鬼 趋轻 每一次和射灵相遇的时候 射灵从没有否认过 从没有挑战过 耶稣主权的地位 从来都没有事 他会比我们每一个信徒更加明白 耶稣就是主 就是神 因为他不认耶稣 主要是什么 他不是不认耶稣是神 他是不认耶稣 不承认耶稣做过的救恩 真的在我们身上 是拯救到人 我们来看看 他究竟在说的是什么 第一 有些十架是明明可见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在历史当中 耶稣十架上为我们牺牲 我们没有办法 或者魔鬼没有办法阻止人 去看到这件事 他唯有做的是什么 他唯有欺瞒 说大话 不承认耶稣的救恩 简单来说 譬如 有一只大后药 对肺炎是很好的 一吃就好了 这只药明明可见 放在这里 有名的 有验证的 我们怎样 或者魔鬼怎样 令到病了 人不吃这只药 他有欺瞒 吃药有副作用 是否医到病 是 不过 你后期会这样 吃了这只药 肺炎是医可 不过 这就代价了 这就令到很多人 却捕 或者他提供第二个方法 不一定吃药 可能不做其他事情也可以 休息一下也可以 这个是魔鬼常用的方法 明明可见的救恩 只能放在这里 让人去接受 但是 撒旦 就会用尽他的方法 叫人 不会接受 不去看 救恩 成为我们的出路 这是 撒旦的伪计 第二 既然 如果 十字架明明可见 也有很多人 因着圣灵的感动 接受了救恩 救恩之末 无法观赏 撒旦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他唯有将 他的注意力 集中在 向一些 已经领受救恩的基督徒 入手 欺骗他们 欺骗他们 告诉他们 其实 你所做的 是无用的 你所领受的 不是一定 是这样的 甚至 进一步的就是 既然 你 都拿了神的救恩 既然 耶稣已经 赦免你的罪了 还有什么 可以令你再次 定罪呢 如果没有 那 用什么那么辛苦 如果没有 用什么要守 那么多的规矩 他最 进一步的时候 他就告诉当时的 基督徒 听 靈魂 和你的身体 从来都分开的 既然你的靈魂可以上天堂 你的身体犯的事 你的身体就算犯罪 不会影响你的靈魂上天堂 这件事 说出来 头头是道 也令到很多人相信 这就令到很多信徒 接受了救恩 领受了耶稣十甲的恩典 不过 在后期 在信仰的过程中 放弃了本来的救恩 这是撒旦第二个诡计 而第三个诡计 就是 撒旦最大的武器 不是我们看恐怖片 出来追杀你 出来吓你 出来吓你 怎样 而是用谎言 说大话 谎言 是他最大的武器 他千方百计 刚才的方法也是 令人可以放松自己 去犯罪 为什麽要叫人犯罪 只有人的罪咎感 当你犯罪之后 你里面的罪咎感 会叫我们难受 叫我们知罪 他就会有机可乘 不断地用我们自己的罪咎感 去攻击我们 告诉我们 你不能救了 神救了你 你再跌倒 不是一次跌倒 再次三次四次跌倒 你还有什麽好 回头 你还有什麽顏面 去见到耶稣 你还敢求耶稣 求神 去赦免你的罪吗 一个方言的撒旦 用这些东西 用我们自己的罪咎感 将我们 和神的怜悯 和神的恩典隔绝 本来是神说 你向我认罪 你只要悔改 罪就可以赦免 但是在撒旦的方言里面 我们就变成无弱可救 这个是撒旦 我们只要识破他的方言 只要我们明白 真相是什麽 真相是 神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显现的救恩 祂为我们所做的 打开了救恩之门 是从来不幻想的 两千多年前 耶稣做的这一切 和两千年后的我们 或者两千年一年的我们 完全有关系 神有能力 在我们决志信祂的时候 射灭我们的罪 当然 恩典同样的能力 可以将我往后 还要犯的罪 都可以射灭 射罪的能力 从来都没有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 否则 我们所相信的救恩 就是空白 既然如此 所以我们只要 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相信 神会怜悯我们 神会再次 宽恕接纳我们 那我们认罪悔改 就可以了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个从来 都是一个不变的真相 不论我们 有没有跌倒 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 回头 一定就是方法 撒但用尽他的诡计 用尽他的方言 甚至利用我们 罪咎感的 去攻击我们 阻止我们 欺骗我们 只是想做一件事 叫我们远离 一个 我们随手可得的救恩 放弃一个 本来已经得到的救恩 就等于 我们已经得到一种特效药 治疗病 但是 他用各种方言 叫我们不要吃 又或者 我们已经在吃着 这种药 他又告诉我们 吃得多 这种药 有副作用 叫我们 不要完成 那种療程 以免 我们得救 撒但用尽方法 攻击的人 起不是 就是 我们救恩 最真实 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不是 因为 撒但 不会 不会 分身 去押我们 在这个地方押我们 既然 撒但 全力攻击 我们这个地方 正如 犹大书的作者说 我们就要 揭力 为真道 去争取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是不变的真相 不论你如何 持守这个真相 到底 必然得救 这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 最大的恩典 这些神说话 更加祝福 感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 欢迎订阅